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只有811.5亿哦 好 那么加群指数跌幅是0.14个百分点 OTC指数的部分今天呢 还是持续的小涨了 0.02个百分点哦 收在147.7 好 外资真的是放假了对不对 对啊 所以现在真的是大内高手 还有杨天迪老师这边呢 好好的操作股票的时候呢 大有可为的机会了 不好做 可是不好做的过程当中 老师还是有抓到一些 可以赚钱的一些tempo嘛 对不对 例如上个礼拜有讲说 我们呢除了原则 一定都是选择植优的之外 另外可以买墙 还有呢 买涨价的一些类股嘛 题材类股 那宏姬的部分就是上个礼拜的 哇 超级代表作咯 好 今天老师我们怎么观察呢 跟操作呢 请教咯 对 我想今天还有800亿不错 真的呀 因为外资准备 应该不是准备 就是去放年假 本来老师以往这时候呢 是 最后一周通常他们的动作都 就基本上只剩下 就是非欧美系的外资 亚系的外资可能还会稍微动一下 但欧美系的外资 本来是预估多少呢 老师 我们以前呢 就是以前呢 在今年以前呢 我记得那时候都五六百亿而已 今天有个800亿已经不错了 大家还是蛮活络的嘛 其实我们那次还蛮活络 因为我们中石户跟中大户 基本上还进来 不过今天有个麻烦的地方呢 有一些低价股是上一线很长打回来 对 对呀 我觉得这也不太妙 对耶 你像那个药花 本来长得漂漂亮亮的 对耶 差一档就要涨停板 突然 突然杀回到平盘下 尾盘再收回来到平盘附近 涨一趴而已 所以呢 这种大震荡 成家量放大到12万张 当然就比较不利 当然因为药花本身 它股价位阶高啦 你要谈的话 其实是它股价位阶高的问题 所以我想 我用它为例子了 就是说 今天有很多的低价股 其实是冲上去再杀回来 这让我觉得比较没有想象中那么好 不然的话今天真的很完美 这在11点半之前都很完美 那时候的药花差一档要拉到涨停板 那同样的 同样的 像我们的这个 这个红肌也是 在11点差 也是差一档涨停板 不过它没有像药花杀到评板下 就是还涨了八个百分点 好 红肌的部分 好 大盘在目前的位置当中 基本上不会有量 所以你也不可能看到什么成交量 但是你会发现到 红肌今天15万张 上个礼拜五是8万张 好 是8万张 今天是量增了一倍 将近一倍 对 那你看那个 你看那个药花也是 上个礼拜五它只有4万张 今天是12万张 所以增了三倍 量增三倍 所以你说没量吗 有量 有量在哪里 就在这一类股票当中 可是你集中到这一类股票当中 你就不要大震荡 你一大震荡就糟糕嘛 就代表有一些 获利了结的卖压出来 所以我想不是没有量 而是它量的部分 它集中过度集中在 某一些单一的个股当中 我认为这个比较不太好 那我是希望它后面的 部分能够扩散出去 否则就好像我在上个礼拜 我跟你谈到的 被动元件一样 我说今天的被动元件 可能要休息了 结果呢 那个大一还给我拉涨停板 好 这是补涨的嘛 因为上个礼拜五拉涨停 可是你看MLCC的部分 用我的3026的核生糖为例 今天就中错了 今天中错了 将近四个百分点 然后三点多 上个礼拜涨很多 上个礼拜五 差一点点涨停板 收满线 有什么用 收满线有什么用 基本上就是高档要震荡 我已经跟你谈到了这个状况 那铝资电容里面 今天也有一支大震荡 2472的利隆电 早盘冲到67块9 收盘叫做62块6 一来回一差距就五块多 那五块多 你算一算 六十几块的股票 五块多是多少 九六五十四八六四十八 就至少都有8%的震荡 所以为什么说 今天比较不太好的原因在这边 有一些股票大震荡 包括我的汉乙波也是大震荡 好那冲到了23.75收盘边 本来要创新高 从12点半开始就一路杀下来 所以这一部分我就在思考一个逻辑了 就是说如果说现阶段低价股 到底还有没有效益 对吧 这是一个关键 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要来探讨一个逻辑 就是如果纯粹由低价股来滚动 当然没有问题 但它过度吸睛之后会造成其他族群的失血 那对盘面来讲 我觉得也是影响 影响相对来讲也不是很健康 对 好我来 我今天的节目 节目大概是细分一下所谓的观察点的概念 第一个 我们的半年现在10551点 我们最近是在10450点到10550点 100点之间的一个整理 我也跟你谈过 然后呢 半年现在10551 所以第一首要的一个目的是我们要站回到10550以上 好 那第二个部分 不过我们现在已经化解了月线的反压 就是月线盖下来之后 没有把我们的指数带下去 也就代表着月线已经不足为惧 它已经被我们踩在底下了 那另外一个部分呢 就是M头的颈线 M头的颈线大概在10600点左右 就等于说 有些人还是如果你看形态 你会担心这个指数还没有站上去 所以我们希望在外资回来之前 本周把它站回到10600点 可是我如果要让大盘往上走高 那单纯的靠低价股滚量是不行的 特殊宾员一定要了解到这个状况 如果我希望大盘是往上走 而不是停在这边低价股轮来轮去 如果要往上走 那纯粹由低价股的滚量是不行的 我先强调一点 这个他是办不到的 因为就是我刚才谈到 那低价股冲上去之后 你长了大概两只三只停板 大概那个获利老结麦压就出来了 然后呢 你需要用更大的成家量去消化这一批麦压 那当你用更大成家量消化这批麦压 你又会造成其他的一个族群会失血 这是我刚才谈到比较不利的状况 好 那低价股的滚动跟大内高手之间的观察点是不同的 低价股我们一般比较偏向他是业内盘 好 所谓业内盘的部分 就包含了一些中时户 包含了散户 好 那包含了一些超业 超级业内 就是超级业员 他们比较喜欢在低价股上面 他为了充量 所以这些低价股会非常有量 好 所以他喜欢在低价股上面琢磨 所以呢 业内盘是属于低价 以低价为主 但是没有族群性 所以没有族群性 他就单一个股 譬如说我的红股再往上冲 你看到今天的红股涨了八个百分点 三个礼拜我是拉涨停板 我们22块买的 22块3左右 22到22.3 今天收盘是24.5 两天是10% 这是我刚才强调买墙 对 不过今天我也看了一档想买墙 就没有买到 哪一档 对那个心全 那个本来想要买墙 就是冲太快 有时候冲太快 心里就等一下 等一下就拉涨停板 心全就是有点类似 我在买红股的状况 我现在不跟你讨论基本面 我是讨论他当时的概念是一样 所以他先冲到了一个高点 然后维持在高档震荡 我买红肌也是买到相对高点 因为我刚才那时候跟你谈过 上个礼拜五 他就直接往上拉 你根本没有机会 你没有时间去 你就是什么都不要想 就是买进去 如果今天什么也不要想 我今天会买到心全 那我觉得心全也不错 就是所谓的 你就不管他基本面 当然基本面也不错 他不是投机股 3264的心全 他不是投机股 他是低价股 然后低价股里面 又比较偏向有业绩的股票 所以在表现上面来讲就很强 这一类股票很多会被冲出来 他没有冲出来 我也不知道他会冲出来 就是这样的概念 你稍微留意一下 本周的操作 你变成 你就是针对今天盘面强的 然后只要基本面没有太差 那基本上就是可以短打 就像我在上个礼拜 我买红肌一样 好 这是一个状况 另外一个部分你要怎么走 我刚才谈到了 我说内支的部分 它分两种 一种是业内 一种是大内高手 大内高手通常低价股也会做 但是就是要做一个波段 大内高手在抓一个族群的话 他会比较有族群性 业内通常就是针对单一个股 比如说红肌在往上涨 NB有没有动 NB族群都没有动 伪创稍微强一点而已 伪创涨2.8个百分点 其他的NB族都没有动 就纯粹就是红肌在往上涨 那今天的这个新权再往上涨 那封测 新权是封测嘛 封测里面 其他的封测有没有动 没动 那个金元电封测 这涨是法人股 我完全不动 今天还下跌0.68% 好 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新权涨停板 其他的封测未必跟 细格有稍微跟一下 其他的封测未必跟 包括6147的这个齐帮 今天还中错 两个百分点 好所以跟封测没关系 你现在懂我意思吗 就是这个新权再往上涨 你办 是因为新权 好 不是因为整个封测 所以他没有族群性 那红肌在往上拉的过程当中大涨 但NB不会跟得动 比寄型电脑不会跟得动 因为跟他们 跟这个族群没有关系 是跟红肌本身有关 所以将来在做的时候 很难告诉你 低价格很难告诉你 什么族群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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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有办法 就是你内支要点火谁 那你就买谁 就是买墙 低价股的部分是以买墙为主 当然我们希望是第一根 就像新权的今天是第一根 红肌上个礼拜五是第一根 那个概念一样 那个地方我敢追 但再上去我就不要 再上去就不要 我们就设好庭力一点就好 这是本周我可能带会员操作的方式 所以我刚才谈到了 内支有分两种 一种叫业内 业内就是以低价格为主 但没有族群性 没有族群性 所以另外一个部分呢 叫大内高手 什么叫做大内高手 就是我真的要做一个族群 在往上推的 比如说被动元件这一波上来 绝对是大内高手啊 那不可能是业内做的 绝对是大内高手 所以大内高手在往上推升过程当中 他会产生所谓的 大哥带二哥 二哥带三哥 就是国具先往上拉之后 国具当然一般的中石户是不会碰啊 中大户是不太会碰 所以他可能碰的就是华星科 碰的是和生堂 就是这样的方式来往上走高 然后当被动元件的ML 这个叫MLCC MLCC走高之后 就变成铝色电容上来 所以当时我们的6449的 玉邦 到上个礼拜五涨停板 今天重错5% 你有没有发现到 有 有没有发现这个很妙的现象 所以这种很妙的现象 未来都会出现 怎么办 没办法就不要追太高 会被吃豆腐 对对对 豆干 会被吃豆干 还有当冲啊 对不对 不是啦 就是因为涨高 冲的时候大家都很有力 获利调节 但是隔一天 它就大家都要卖 那你没有新的资金去推它 就没有办法去撑住它 所以今天最近又补涨到了 所谓的大翼 2478的大翼 说上个礼拜我涨停板 今天还涨停板 OK 没有问题 不过它跟涨价一点关系都没有 它叫电阻 晶片电阻 所以它也叫做落后补涨 就大翼这两天才拉上来 好被动元件的部分已经开始走向走到了化成博啦 利敦啦等等 那个还有基本面 好那其他的部分 智宝啦 凯美啦 这个部分还有铝色电容的涨价 那6449的玉邦 玉邦的部分就所谓的固态电容 好所以基本上你会发现到被动元件 包括今天的金山店也在动 这是铝色电容的机优声 好都类似这样补涨的架构 但是问题是当MLCC除非我再转回到MLCC 否则一般来讲被动元件大概该轮到的都轮到 就是该落后连那个保利达B都上来 保达啦 那个被动元件都保达 保利达B都都上来 那个都莫名其妙上来 好所以这就是所谓的最后的补涨 所以现阶段的被动元件还有一些落后的补涨 但是呢已经进入尾声 那除非你MLCC再转强 如果没有转强 大概被动元件你本周大概不要碰 我再强调一次哈 被动元件那我手上股票呢 调节一部分 然后一部分就设什么 设停力 这样来做 这样方式来做 谢谢老师提醒 所以被动元件部分不能够 因为它是整个族群性 所以我说它是大内高手 这一今年来大内高手在做的股票 它其实是有一个族群性的 譬如说从半导体系晶元 年初了半导体系晶元 然后到no flash 有没有 所以当时华邦店我们在买12块3的时候 好就是所谓的no flash 这是涨价 从半导体系晶元到no flash 都是所谓的涨价效应 后来又推动了一个mosfee mosfee的半氧什么金属什么 什么那个厂销什么等等 好我自己都记不住 你们也记不住 所以不管 它有一些缺货涨价的题材 所以今天的mosfee的部分 今天还往上拉 6435的大宗还拉到涨领板 不过它的族群力没有推出去 所以我觉得mosfee要接棒的可能性 好像还没那么快 就是你至少你的领头羊 必须要拉到涨领板 所以呢今天的结构面 就比较偏向在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叫做夜内盘 大内高手几乎是没有什么太大的点火 很奇怪 应该会动啊 没有理由啊 我觉得我往年的经验到了12月底 那除了夜内盘一定会动之外 大内高手就是所谓的大内支的部分 不太可能去休息吧 难道你们也去放耶诞节了吗 不会吧 有的经验如果已经赚很多了 应该提早放家 我听我一个超夜市这样讲 真的 他说有一些大咖的 他们大咖的客户大概都去过年 好麻烦哦 不过我看成交量的部分好像没有 这个八百多亿 还有人在努力 对应该还有人在努力吧 还有人赚不够 我们也是要继续在冲 对所以我一在想 如果大内高手要回来 他会推什么族群 嗯懂 其实我们现在本周 本周是最后一周嘛 就今年年底的最后一周 好快 对啊好快哦 我们又年轻了一岁 对我们又年轻了一岁 哎呦这样子 这样子过下去 我后面 他变成幼儿 他变成幼儿 你想太多了 我想的不是这个 我想的什么 是 我想的是说 如果说我们现在本周是 今年的最后一周 除了投信要做上任养嘛 嗯哼 好那他会买什么 好那我我认为 像我我所定的一档叫台虹 8039台虹 我讲给各位听 大概台虹是法人股啦 就是投信任养股啊 这个我为什么会锁定 他是投信任养股 还有一个东西 他就是涨价 他是做什么 软板基板 好软软性同伯基板啊 软板基板啊 这个软板的这个 这个同伯基板 所以软板同伯基板 在PCB的部分是比较偏中上游 那最上游的部分叫做 巨流亚安薄膜 我想大家都知道了 叫做3645的达麦啊 他是做PI的 报价在上涨 只涨了10% 你看他股价怎么涨 所以说就是还蛮活泼的 所以当达麦拉上来 是PI的部分之后 他会产生一个现象 就是我中下游的部分 因为原料的价格上涨 我也要对客户来涨价 所以呢 目前得知的状况是 软板基板 那也因为成本电高 而发出涨价通知 他的涨价幅度 大概是5%到15% PI的涨价是10%啦 所以呢 从这个地方来看 为什么 因为PI为什么最近会那么夯 主要是第一个 他没有太多的产能 就是没有人在扩产 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因为 包括手机的散热 手机的散热 已经在用石墨 所以石墨片的情况之下 造成石墨片的一个攻击 是缺少的 然后呢 另外一个部分就 所谓的FCCL 就是所谓的软板基板的部分 软性同胞基板的一个部分 这一部分在明年 越界预估 明年还会涨价15% 所以他有一个涨价题材 这是我看台虹的 8039台虹的最重要关键 所以如果有涨价的题材 那他后面的走势 再加上投信任养 他可能在短期间会比较强 这是我锁定他的原因 好 那除了他之外的话 那我想 现在的部分 能够走高的情况 这是涨价的效应 就从像那个富桥 为什么那么厉害 波仙沙要涨价 有没有 为什么铝制电容会那么厉害 那个中国大陆的铝业 那基本上有一些官场 小厂在官场 所以你会发现到 都是供给在减少 造成的这个涨价的一个效应 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 可是我是希望 这个盘能够往上推的话 你光这一类的股票 他在短期间虽然很强 但是他的族群性不够 所以族群性很够的部分 我们就要去抓 有没有新的 所谓的接班主流 这一部分 我的思考还是一样 我目前的观点一样 就是我还是放在电动车 为什么 因为电动车 它将会是未来的潮流 我举个例子 中国大陆打算在2020年 就是今年是2017 2018 2019 2020 三年之后 2020年 中国大陆要淘汰 所谓的传统的 那个燃油车 不知道真的假的 电动车 要往电动车走 然后美国喊出了 2030年 2030年要往电动车走 然后中国 那个台湾也喊来 我们也喊 我们赖魁也喊出来了 我们的 喊什么我们的 对 2040年 我们希望能够转到 转到电动车的一个 2040吗 对 还有 2020是中国大陆 2030是美国 2040是台湾 好 就是我们都要往电动车走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电动车的 这个族群 没有理由会休息 了解 虽然我的美琪 马拉 康普今天表现很弱 那是因为低价格很强 那我们就看看 大内高手 愿不愿意去推 愿不愿意去推 这个族群 那如果愿意推的话 那我想 本周才会更好玩 好 那目前我是布局在 美琪马拉 跟康普 就是给我停在 那边不动 那后面 如果他们涨上去了 后面我会在 汽车领主舰的部分 那电动车的一个部分 的领主舰的部分 我再去做琢磨 好 那我想这是我在本周 可能去做的一些动作 第一个 我下个结论 第一个 就是低价股的部分 会找机会 是 好 然后第二个部分 集团股 第三个部分 投信任养 好 投信任养股 像是台虹 就是投信任养股 然后第四个 关注电动车 看大内高手 愿不愿意进来 是 好 谢谢老师 帮我们讲了蛮多 很细节的一些产业 那有的呢 我也尽量的操 尽量的学 我觉得产业 真的是还蛮不容易 因为有很多的 联动的一些 上下游 还有呢 全球趋势的一些影响 但是老师呢 都很有耐心 跟大家分享了 另外还总结了 以上的四个部分 那如果听不清楚 欢迎您再来一点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好 听的朋友可以利用 工商服务的电话 跟老师这边联络咯 0223219933 0223219933 另外呢 杨天迪老师 有这个免费的Lite 也欢迎您 直接搜寻加入 就是小老鼠 FU8899 小老鼠 FU8899 节目当中呢 谈到一些产业 或者是呢 在当天的 一些肋骨观察 或者是老师 有时候有一些 操作策略 也会在其中 甚至好的个股 有时候呢 也会提供给大家 欢迎直接搜寻加入 今天访问进行到这里了 感谢轮延投顾 杨天迪 杨老师 谢谢您 谢谢 祝祝大家 圣诞节快乐 本公司以往直击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股庙致富 可以不凭运气 只要用对方法 跟对人 机会只给准备好的人 您准备好了吗 就让股市战将 带领我们积极稳健的 累积财富 欢迎收听 股市战将 华星投顾 林和彦总顾问主角 101年金管投顾 新字第026号 好的 欢迎听众朋友 持续锁定的是 投资理财王 在第二个阶段 股市战将的单元 邀请到的是 在投资市场当中呢 非常资深的 林和彦分析师 也就是华星投顾的 林和彦总顾问 何彦老师您好 嗨 其真好 大家好 我是林和彦 好 老师我们今天是 圣诞节耶 对呀 那你不是刚办活动吗 有没有送礼物给大家 好的 先祝大家圣诞快乐 太新鲜快乐 礼拜六的讲座 我们有 送iPhone X的活动 这个活动我们是 预计12月份 才要开始推 那我们在 礼拜六的演讲活动里面 已经提前先 送给大家圣诞礼物 iPhone X 想不想要呢 想啊 谁不要 想就赶快打电话 来了解啊 怎么样才能够 拿到iPhone X啊 好的 好 其实呢 除了iPhone X 这是抽奖 应该是抽奖了 对不对 另外呢 其实实质上 这个好好的操作的时候 这个累积的财富 这个数字一直增加的时候 更是哦 这个胜过 因为你赚了很多钱 你可以买多少只iPhone 都可以哦 OK 在今天盘面上 我们其实 今天很多个股 一开盘的时候 表现还不错 可是呢 到尾盘的时候 好像呢 好像这个比较参差不齐 可是今天盘面上 也有蛮多的一些 强势类股 对不对 今天怎么追踪呢 请教老师 好的 今天是很明显的 法人假期行情 从上个礼拜五的欧美股市 都出现小跌 0.1% 0.2% 就可以很隐约的感受到 法人 今天亚洲股市也是一样 今天澳洲 南韩 香港 都是修饰的 那有开盘的 像日本 新加坡 这个涨跌幅 也都在0.1% 所以今天是很明显的 法人假期的行情 所以台北股市 今天的成交量 只有800亿 真正低的 那 沒關係 一天而已嘛 明天就回来了 也不用这样子 念念博王外资 台北股市 其实法人的力量 占台北股市的总力量 大概只有30%而已 七成的力量 还是在我们散户 还是在我们投资朋友身上 所以 我们要比较败 有时候把外资 嘎的走 也都有可能 只是你自己要有信心才行 不要什么都靠外资 这样就被人家牵着鼻子走了 好 今天中小型股 没有受影响 今天中小型股 尤其是OTC的部分 一度涨到0.5% 你看今天成交量 只有800亿而已 那指数是小跌一点点 今天又有18家涨停板 更有50家涨5%以上 也有101家 大涨3%以上 所以你用心选股就好了 不用担心影响 被指数给拖累到 你看最近指数 波动空间不大 上星期只有50点而已 那今天又是小跌14点 所以从上礼拜一直延续到现在 指数都在50点的范围 很多人看到指数这样子 可能就不想动了 你这样就错了 每天那么多涨停板 每天那么多大涨的股票 你放弃了 那你就没有赚钱的机会了 你看强势的股票 还是这么的多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过 你又不是操作台子期 对不对 你不是操作台子期的 你干嘛被台子期影响呢 干嘛被指数影响呢 你是操作股票的人 你是以投资股票的人 你应该重点在选股选对 还是选错嘛 你看11月份 大盘涨到10880点的时候 你有没有赚到钱 你如果买错 还是赚不到钱嘛 对不对 那这次从10800点 回挡到10300点 我们的股票还是继续涨啊 不管是涛地 或者是台表科 还是汉语博德 一挡一挡都一直往上涨啊 跟指数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2404汉堂 也没有下来啊 也是真凶啊 虽然说走得比较慢一点 可是大盘跌了500点 我们的股票 也是表现都很好的 所以你们要跟我一样 重点以个股为主 大盘你就交给林和彦来分析就好 你的操作输赢都在个股身上 好那礼拜五 欧美股市都是小涨小跌 你知道礼拜五国际的行情 最终在哪里知道吗 哪里 还是在金属内股 还是在原物料 你看礼拜五的时候 铜价又涨0.6% 铜的报价已经来到 7085美元每顿 7085这个你们比较没感觉 你们比较没有那种感觉 我这样告诉你好了 又创了三年来的新高 铜价继续创三年新高 伦敦金属交易所的库存 降到剩下20.1万吨 这手里你没感觉 我这样形容给你听 2013年 伦敦金属交易所的库存 是有66万吨 三年的时间从66万吨 降到剩下20万吨 库存少掉三分之二 存三分之一而已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 铜价当然是不会下来嘛 对不对 所以跟铜有关的股票 今年度表现都很强 那唯一剩下一档 最赚钱还没有涨的 还在底部的 8358金居 金居间受到铜的带动 来到40.9元 上礼拜五来到41.3元 你看这一波金居 从35.3元上来 这样一个多礼拜也16%了 这个多礼拜因为铜价上涨 金居这个礼拜来 也涨了16%了 太小啦 这还是太便宜啦 你知道金居今年每股获利 至少起码5块起点 因为光是在前三季 就已经赚了快4块半了 所以今年至少 最少5块好一点的话 大概5块半 本益比才八倍而已啊 才八倍而已啊 这种国际的行情 这种国际的行情 只有股价本益比才八倍而已 我跟你讲 金居只要占上43块钱 上礼拜我来到40.3元嘛 来到41.3元嘛 只要43元 这期就会更强 因为最近这两个月 金居就一直在43到36 大概7块钱的范围里面 已经走了两个月了 所以43块金居也站起来 会更强哦 会很强哦 金居这次从63块7 回档到35块钱 总共回档了76天 哇 这回档还蛮深的 回了45% 76天的回档 这个时间已经结束掉了 回档时间已经结束了 现在开始步入一个 多头的一个格局 尤其这是国际的行情 这国际行情 台湾的行情 只会跟着国际走而已 所以金居这两个股 你特别注意 那金属价格最强是什么 还是铝啦 我上礼拜一直在跟大家谈 铝的行情 你知道礼拜五的时候 国际铝价大涨2.2% 起最多 铝的报价已经来到 每顿2181美元 我说这塑铝没感觉 因为你们比较没有 在注意缘物料 我这样讲好了 这是五年来的最高价 这是铝五年来的最高价 这样你就会感觉了 铝涨到五年来的最高价 那伦敦金属交易所的库存 礼拜五 正好110万顿 我说这塑铝没感觉 我这样形容好了 2014年 伦敦金属交易所 铝的库存是 548万顿 从548万顿 降到剩下110万顿 那可以说仓库里面的货 少掉剩下 五分之一而已 这样是不是很严重 对不对 仓库存货 剩下五分之一 剩下百分之二十而已 所以铝的价格只会涨不会跌 我上礼拜跟大家谈过美铝 美国铝业 这是一家美国最大 全世界前三大的铝的生产公司 那今年度六月份的时候 它从29美元 涨到十月份的50美元 短短三个月时间 四个月时间 涨了70% 你知道美铝的走势 一直都是跟铝的报价同步性的 11月份的时候是回挡一波了 回到40美元 那可是上个礼拜 光是五天时间而已 上礼拜只有五天而已 铝从40美元 直接飙上去 破新高 一礼拜起到20% 美铝的股价 一个礼拜涨了快20% 所以这是全世界前三大的 一般有在注意铝的行情的时候 都会注意美铝这家公司 股价的波动 所以今天盘面上最强是什么 今天盘面上最强是 铝质电解电容 丁礼拜我一直跟大家讲的 铝质电解电容 全世界中国跟澳洲在筛船 这个影响到就是铝的部分 你看今天8042的金山店 金山店今天一开高就7%了 今天开盘没多久就70块了 我们丁礼拜在说的时候 还在62块63块 今天飙到70块了 你有没有 我上礼拜整整讲了一个礼拜 我整整讲了一个礼拜 我一直跟大家讲铝铝铝 一直讲铝 有人把我当成铝子 哪有 老师你刚刚好像在骂我们 卖了没有 我整整讲了一个礼拜 你们卖了没有 你有没有 你看我们从56块钱 我就开始一直跟大家讲 从56涨到今天70 25%呢 25%呢 所以我说 要拼50%的红包 这个不是口号 绝对是可以达成的 绝对是可以达成的 只要你积极 买对 50%绝对是可以完成 还有一个半月时间 还有一个半月时间 时间充裕啦 时间绝对有够 你看光细一档 金山店 一个多礼拜而已 如果25% 你有欲吗 为什么不敢买 我推荐的股票 党党都是底部的股票 我推荐的股票 党党都是底部的股票 你可以放心的跟 安心的跟 上礼拜四 强棒初级 我也是推荐金山店 当时价格还在63块钱 你就算上礼拜四才买 63块 今天70块 两天11% 两天11%也很优 两天11%也很赞 今天有关 跟旅行情的股票 全部都大气 这个是国际线的 金山店 还有哦 金山店还有哦 你看今年被动元件的股票 国具 涨了4.7倍 华兴科涨了2.1倍 和生堂涨了2倍 利隆店涨了64% 结果金山店是最赚钱的 跟上礼拜五 只有去8%而已 今天的7%加上去 也不过才多少 才15%而已 才15%而已 所以金山店后面 绝对还有 你要拼50%红包的 加油哦 积极点哦 绝对是可以达成的 你看汉语博德 今天又创新高 今天涨6.5%创新高 已经40%哦 台表科 今天也是涨 台表科这一波已经 去42% 淘地也涨30%了 是不是都快 兑现50%的获利了 你没有跟上嘛 林合彦有这个企图 要带会员在过年前 拼一个50%的红包 我们一直在兑现中 我们一直在执行中 你呢 还在看 她在看 这样不行的 这样到时候 过年红包 你要自己掏腰包哦 时间还来得及 还有一个半月 赶快跟林合彦 紧密的合作 红包50活动 我们在哪里 好 谢谢老师的 今天的观察咯 好 听众朋友 如果认同老师的操作 或者是呢 对于老师谈到的内容 不太清楚的话 欢迎您 透过了工商服务的电话 或者是老师的Lite 跟老师保持联络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好 还有一个月又三个礼拜 今天才礼拜一而已 还有一个月又三个礼拜 你要拼年终大红包 绝对来得及 我不打高空啦 我不要讲说 一倍两倍三倍 那个做不到 给拍款 50%绝对是可以兑现的 50%绝对是可以兑现的 我们现在带着会员 积极在抢攻 50%的大红包 你在干什么 打瞌睡 还是在为我们鼓掌加油 如果你有这个心 林合院有这样的企图 那跟我们一起来打拼 还有一个月又三个礼拜 时间绝对够 红包50%的活动 红包50%的活动 平均一天才一个便当钱而已 不要因小而失大 有这个心想要拼的 赶快跟我联络 客不通缓 打那进来 好的 谢谢老师 红包50%的活动 好 倒数计时 欢迎听朋友 利用239-239-88 239-239-88 来点了解 好 欢迎听朋友 再回来咯 在今天呢 盘面上呢 老师带我们来观察到 就是中小型的筹码股 还有呢 金属方面的个股 听众朋友 如果上个礼拜 有认真听的话 就会跟老师说的一样 应该就会挣到钱了 好 那么如果没有听仔细 该怎么办呢 那么接下来 每一天都要写记录 OK 持续最终 接下来时间再请教老师 最近的行情 就是国际的金属行情 这里面尤其铜跟铝 这两样 因为这两样的库存最低 那捏的库存是居高不下 虽然报价在涨 可是库存居高不下 所以重点都在铜跟铝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跟得赚到 尤其是在铝的部分 我上个礼拜 一整个礼拜都在跟大家谈铝 从大陆跟澳洲的筛船 一直到报价一直涨 库存一直降 你看今天所有跟铝有关系的 全部大涨 除了我们8042的金山店 今天创历史新高 历史新高 今天70块钱是历史新高 现在已经海阔天空 没有任何卖压 一片乌云都没有 今天一度涨了7.5% 包含6175的立敦 今天涨停板 立敦是做铝箔的 只要跟铝有关系的 全部都大涨 2472的立隆电 是铝质电解电容 今天也创新高 那立隆电今年已经涨了70%了 5317的凯美 上礼拜连续两天涨停板 这个在铝质电解电容里面 它是业绩比较差的 可是只要沾上边也是狂飙 上礼拜连三两天 都已经有涨停板 2375的自保 也是铝质电解电容 上礼拜四涨停 礼拜五涨停 今天又大涨了4% 你看有凶吗 你看大盘 连续这个多礼拜来 直数只有50点而已 可是跟铝有关的 全部飙涨 所以铝质电每天在节目里面 一直跟大家谈 我不是现在才讲 我对一个星期已经开始说 我从一个礼拜前 铝还没飙 我就开始跟大家提醒了 你看到现在全面狂飙 2478的大液 第二根涨停了 大液其实不算是铝的部分 它是做晶片电阻的 一样是被动元件 所以在被动元件里面 从MLCC到铝质电解电容 到其他晶片电容 这已经是第三波了 全部都飙涨 6127 9毫今天涨停板 9毫就有点沾上边 9毫它是做氧化铝的 做氧化铝的 今天也涨 可是这业绩比较差 我是不习惯推荐那种业绩太差的 所以推荐一定都是第一名的 金山店 你也有 赶快跟着一起做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们不敢买 我都已经把他基本面 讲成这个样子了 为什么你不敢买 因为没有林特燕 签你的手 所以你不敢买 所以有时候 一点点的资讯费 还是必要的 有林特燕在你身边 签你的手 一起来操作 你才能够赚得到钱嘛 对不对 你看五四六九汉宇博德 今天又创新高 四十八 六二七八台表科 我今天电刷说三个的 对二十六块 涨到三十七块钱 四十八 二九二九掏地 一百块钱买进去参加除权除息 除权后又涨到一百一四 也三十八 我都是公开讲的 你们为什么不敢跟呢 因为用听的没有用 要有林特燕签你们的手 你才真的敢做 所以一点点资讯费不要省 你看有一个江妈妈 她在两个月前来公司办手续 我对她印象特别深 每天都有一些会员会来公司找我 甚至有人来公司入会 我很高兴 因为你来公司入会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公司的情况 你对公司会更有信心 那我为什么对江妈妈印象最深 因为她年纪很大 八十几岁 来的时候手还绑起来包起来 我问她说 阿嬷你手是怎样 她说我就没手心拔刀手去弄回去 然后去开刀打钉子 我说我爱睡理哦 你看江妈妈八十几岁跟我们做 江妈妈你有在听不 菜已经七块拌 长到十三块八 你有贪对吗 是不是很过瘾 两个多月时间而已 财经赚了九十八 对不对 可曾 你参加的时候 我有叫你三倍购掉吗 你看可曾 跌下来破三百 有零和电在你身边 刚才怎么做 都会很轻松 台表科二十六块 我有叫你购吗 二十六块购到现在 三十七块 四十八有贪对吗 是不是很高兴 是不是很高兴 九九零四保存 我叫她买三十六块八的 上礼拜涨到三十八块八 又再贪两块 又再贪两块 上礼拜她打电话来跟我聊天 我问她说 啊既加五十六块 你有买吗 结果她说 我没有买 我说为什么没有买 她说我又去住院一个礼拜 我说为什么 她说因为手不舒服 医生说开刀把那个钉子拿掉 会比较好 所以我去住院一个礼拜 好可惜啊 既加没跟到 没关系啦 跟着铃和宴 行情随时有 老人家 张妈妈身体要保重 赚钱 跟着铃和宴慢慢做 没关系 大家身体要够好 健康第一 这就跟铃和宴 你可以安安心心的做 因为我带你买的 都是底部的基优股 一档一档 你可以安心的买 开心的赚 跟着我们一起 来拼一个五十%的大红包 还有一个半月时间 一个月又三个礼拜 绝对够 可是第一步你要夸出去 你不能一直原地踏步啊 眼看着我们一档一档 台表科 金山殿 汉语博德 陶地 我现在手中 还有几个既 刚开始起 都在底部的股票 基本面都是很强的 只要一巴洞 后面五十%五十% 一样可以带你赚 我有这个企图 你有这个心目 有的话 刻不容缓 赶快来找我 好 谢谢老师 好 底部的一些基优股 老师呢 一样的为大家选择好了 持续的追踪观察当中 好 听众朋友想要跟上的话 欢迎哦 跟老师这边赶快联络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听众朋友可以利用 02 239 239 88 239 239 88 和音老师现阶段 有红包五十的优惠的活动 同时也希望呢 在最后农历年前呢 一个月 又三个礼拜的这个过程当中 赶快呢 帮你听到五成的获利 有好 大家加油 好 239 239 88 另外老师的免费Lite 也欢迎直接搜寻加入 小老鼠PRO888 小老鼠PRO888 最后老师还想补充 好的 还有一个月又三个礼拜 你要拼了红包五十拍 还来得及 我会尽全力的挺你 尽全力的帮你 你只要跟上我脚步就好 有这个心得 赶快跟上我们步吧 大家进来 好 今天房屋进一到这里 感谢华信头顾林何彦总顾问 谢谢您 好 祝大家操作顺利 本公司以往直击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